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房产租赁相关讲座的第二讲 今天我们主要讲述发布租房信息之后 到确定租客这期间的流程及注意事项 最一讲的时长大概是半个小时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第一个阶段已经决定说 这房子是适合,已经合法可以租给租客的话 第二个,你们开始要考虑的是 我要找租客,对不对 找租客的方式就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你找到不好的租客 租客就是不按时付房租 动不动就说东西要修 或是动不动故意的破坏的什么东西 或是很脏啊 脏了又有什么老鼠啊这些东西 所以你这个找租客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你找租客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Rental Application 一个申请表 对不对 申请表有很多县程的申请表 在这个PPT就有我给你县程的一个申请表 对不对 这个申请表就是你要租给人呢 你就会第一个就是会要求他填这个申请表 有基本的一些资料 这个租客会提供给你名字 对不对 他的这个Personal Information 出生日期啊 以前住在哪里啊 收入资料啊 他工作的地址啊 这些东西 他们都是要填 你都有权利可以收这些资料 为什么要填这些 因为你用这些资料 他填好这申请表的时候 不是等于说你的工作就完了 他填了这申请表你还是要做follow up 你还是要去打听说 他填的这个表是不是正确的填法 他给你的这些资料是不是 是真的 对不对 他如果说在哪一个公司工作 他又填他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就是做个简单的打个电话 看这个电话是不是到他的公司 如果到公司 有没有可以联系上他的老板 如果可以联系上他的老板的话 你可以跟老板就是跟他说 他你的这个人工申请了要租我的房子 可不可以问一些问题 关于他的习惯啊 脏不脏啊 干不干净啊 这个都是有权利 可以问的这些问题 你没有这申请表 那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就是去打听 说这个租客是不是好的租客 对不对 这个租客这个申请表上也是有一个一个地方说 可以放这个其他的 其他的要住在这里面的 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的建议是如果有要租这栋房子有有几个人是超过18岁 每一个超过18岁的我建议都是要填一个申请表 所以这个是我建议的每一个满18岁或超过18岁必须要填一个申请表 在这个申请表上也是会要求这个租客填这个residential history 这个residential history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 他会填他之前的房东是谁跟他之前的房东是谁 对不对 他给你这些information的时候你可以用来就是做个reference check 打给他现在的房东或打给他以前的房东 问他有没有按时付房租 有没有干不干净 搬出的时候他有没有把这房子清干净 对不对 这都是很基本的一些问题你可以有权利问他以前的房东 这个就可以让你做个比较完成的决定说要不要租给这个人 对不对 在这个申请表也是可以让你填这个我就刚才说employment and income history 对不对 他以前工作在哪里 他现在工作是在哪里 对不对 你也是要再verify这些information 我就说建议你就是打一个电话给他现在的公司 如果可以联系他的老板的话 问一些问题关于他的工作状况是怎么样啊 他的收入是怎么多少对不对 你如果不做这个调查 那几乎你就是接受他前这个表的information都是正确的 在这个rental application上也是有要求这个credit information OK 他是问一些有没有信用卡或者credit information 银行啊这个都是有权利 有时候租客就是会反对说为什么要给这些information 他如果不给的话那几乎就是让你有权利拒绝他 对不对就不接受他他给的话那最好 对 Personal references Personal references 那几乎就是说他如果认识什么朋友啊这些东西他可以填 很多次很多人就是问我警律师他填这些personal references 肯定都是会填讲他好话 That's fine 我就说你还是有其他的调查方式对不对 他有你可以跟他公司联系啊他以前的房东啊 可是这些personal references 也是再加上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来就是确认他 他是个是个好好人对不对 一个好租客 申请填好这个申请表 OK 你做这个reference check的时候 没还没有结束 OK 还没有结束 你还是要做一个更深的调查 我建议有三种调查 你要做信用调查 credit check 刑事调查 criminal check 跟这个eviction check 为什么要三个 因为每一个三个report 一个每一个三个报告 会提出不同的information 信用调查只是说他有多少信用卡 有没有贷款 有没有按时付贷款 按时付每个月的这个信用卡 欠多少钱 对不对 信用在他给你一个数目 几乎我都是说如果你是超过650的credit score 几乎就是算是比较好的租客 你如果要求一定要750以上的话 那几乎会遇到就是比较难可以找到租客 对不对 所以我都是建议如果你可以遇到一个租客 他至少有650的credit score 应该可以考虑 可是credit score不会查出他有没有什么criminal history 对不对 他如果有什么犯罪啊 这些东西 所以你必须也是要做一个criminal check 对不对 我有个客户就就遇到这样子 他他做了信用调查 这个人看起来收入都很好 对不对 银行里面存了很多钱 都按时付房的信用卡 其实他也他也说 他愿意把这个这个每个月的房租用现金付 租了三个月的时候 果然发现这个人住进这房子开始种大麻 对不对 然后一一发现这个租客 其实以前就已经有犯罪关于这个大麻的事情 对不对 如果你做一个criminal background 就可以查出来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说我不要做给你 对不对 那criminal check 跟信用check 呃之外 还有做这个eviction check eviction check 为什么我都是建议要做的 是因为 这个eviction check 是就是 因为加州其实不能乱宣传说 一个人是不是被evict掉了 只有特别的一些公司可以做研 也可以做这个调查 呃让你知道 啊 这个人有没有以前有被evict过 对不对 所以我建议要是做三种这则调查 当然你不需要 你不去做这些调查的话 那几乎你就增加你的风险 万一租给有不好的租客 对不对 好最后这个部分上面就是说这个screening fee OK screening fee很重要 因为你做这些调查的时候 当然是会花钱 你一个房东愿意接受 说我自己从我自己的口袋 替这个租客去付这个screening fee 我建议不要这样子做 一个租客如果认真的想要租你的房子的话 他应该是认为 应该愿意就是付这个screening fee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这个screening fee 应该都是在加州都是有法律限制 OK 你不能就是说100块screening fee 每年他们有他们的最顶的screening fee 几乎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45块 以我很多人很多有问 警律师你知不知道什么这些一些公司 可以做这些background credit score 这个criminal check eviction check 其实有很多网站可以帮这个房东 OK 可以帮这个房东做这些 做这些credit check OK 你Google一下就是 Landlord tenants background check 几乎每一个网站 列出来都是会 一个帮你就是做这些调查 每一个公司都是有不同的费用 几乎平均来说 他们都是有packages OK 你做这个三种的 三种的调查 平均来说就是差不多40块 OK 那很多警律师问就是警律师我可不可以 虽然我做这个screening fee 只花了20块 可是我要给charge这个application fee 40多块 OK 就赚了20块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子做 OK 真正花了钱 才让他们交这笔钱 你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不要为了这个几十块去 去 去 从这个租客去拿 因为如果真的是被发现了 因为是有法律说你不可以就是超过你真正花的这个钱去做他们的这些调查 所以如果真发现了 诸客发现说 诶 其实你只花了20块 为什么就是说我必须要付你40块 诸客也可以就是开始找麻烦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为了这个20多块去去跟这个诸客争 那几乎他填了这申请表 他你就是付了这个screening fee 你做完成的调查 你几乎就是可以做个决定 要不要租为这个人 那么我转到这个叫做holding deposits 有时候遇到的租客就是说 因为现在就是租客可能就是想要就是看不同的房子 对不对 可是他看到你的房子 说 诶 我很想要你的这个房子 可是我先要看其他的房子 我可以被就是做一个holding deposit 我先付你一点钱 OK 停着说你不能再 再租给其他人等到我的消息 所以要不要继续 这个是合法的 你可以就是要求他付个holding deposit holding deposit 如果有一个人想要付给你holding deposit 我建议你要 简单写下来说 好 这个holding deposit 假如是300块 你付我300块 我就停着 我的权利 租给其他人 OK 在这个简单写条里面也是解释说 我停着不能超过 你可以停几天 两天三天一个星期 对不对 如果在这个一个星期之内 你没有跟我讲要不要再重新租的 我自动就有权利 可以就开始租给其他人 对不对 你在这个协调里面也可以解释说 如果你没有给我回复 OK 或是你如果答应说 诶 我不租了 我有权利 拿走这个300块 这是也是一个你的权利 可是我建议你都是写下来很清楚 解释给对方说 这个就是 如果你不租的话 我就有权利收这个300块 你如果不按时跟我回复 关于你要不要继续租的话 我也可以就是权利收这个300块 OK 你也可以在这 如果你答应要收 要租的话 这300块就是 或者是用来 用来 提付 提付 第一个月的房租 或者 就用来 包括在这个押金里面 都可以 可是建议就是写下来 说很清楚 OK 租之前的时候 你们也是要考虑你们的押金是要收多少 OK 如果你租的房子没有带家具 最多只能就是每个月的租金的两倍 最多 OK 我举个例子 如果你每个月的租金是一千块 最多你可以收的押金是两千块 OK 如果你租的房子是带家具的话 最多就是每个月的租金三倍 就说简单 如果每个月是一千块 最多的押金就是三千块 OK OK 那我们现在常遇到的就是这个 Pets OK 尤其在Santiago 每一个家庭都喜欢养个狗啊 养个猫啊 养个鸟啊 对不对 你 如果你现在就是也是要考虑 愿不愿意接受 OK 住客有一个宠物 对不对 当然有宠物的话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就是有有有狗啊 有猫啊 这些这些动物 找个住客有可能比较顺利可以找到 因为每家庭都是有有有有狗有猫 如果你不想要他们的 你当然有权利 可以说我拒绝说有有狗有猫有宠物 可是在加州也是有个法律 如果是他有狗的原因是因为在健康或者医疗方面上 你必须要接受 我再多解释 很多次有客户就找我说 这个租客突然我已经租了几年两年两年的时间 然后租客突然说我我会有个狗 然后给了我一个这个医生的一个一个一个信 说这个租客有遇到什么 像鱿鱼症对不对 鱿鱼病 他必须要有狗才可以让他比较安慰 OK 这个就是一个医疗的原因为什么他必须要有一只狗 你必须接受 OK 我就再讲一次 就是必须要接受 你不能如果他已经提供这个证据 说他有医生说他必须要有狗 那几乎房东就只能接受 再加上房东也不能增加他的押金为了这个狗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租客突然说有狗 然后有医生的这个证明说他必须要有狗 然后你突然说跟着租客说 你以前的押金是两千块 我要提高到两千五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很多就说警律师那我要怎么 因为我真的不想要有狗在这个房子里面 几乎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 如果租客是有提供证据 证明他必须要有狗的话 你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OK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了解的 这是租给人的一个风险就是在这里 OK 现在租客很聪明 对不对 他们真的要狗可以找任何的理由 跟任何的医生就可以签个名 对不对 很多这些都是可以是网上可以找到这些文件 印出来 所以几乎原先我自己的房子都是说不能狗 我现在都是列出来说你要狗就让你有狗 OK 就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省了麻烦 也好处为什么我先会列出来说我接受狗 是因为那时候如果他已经有狗的话 或者是以后有狗的话 OK 我就有权利可以要求一个Pet deposit 那时候我就可以增加我的租金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 我刚才我解释的状况是 如果你原先登了广告不准有狗 你租了给租客 租客就说我要狗 因为我有医疗上的原因为什么要狗 你就没办法拒绝 你如果原先就登了说你可以有狗 OK 然后以后如果租客没有提供说 我有医疗原因说为什么我要狗 你几乎就是有权利可以就增加他的押金 OK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就我的房子 我住的房子都是说你要狗 我就让你有狗 OK 可是我会收你的这个Pet deposit OK 那再加上这个Pet deposit 是non-refundable OK 你不能说我拒绝还你这个Pet deposit OK 还这个Pet deposit 必须要按照这个加州法律 等会我会解释 OK 这个还这个押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好的 第一个阶段的就是出租之前就差不多就讲到这里了 我想要再提出一些就是最近遇到的一些状况 我以前有遇到的一些状况让大家多了解 OK 之前有时候我就是有有些因为我是有在这个出租方面有做consulting OK 有很多租客就是问请律师我登了这广告我列着房租 然后只有一位申请然后申请给我时候他的信用不太好收入也不稳定 我要怎么保护我自己 我就说你就不要租给他 对不对很简单 然后他就说那我就找不到租客 那我就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把你的要求的租金减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strategy 因为我在这方面做了蛮久 我自己的房子我租给大家 租给人的时候我其实不会登最高的租金 假如在这个market里面两房两玉的房子 OK 我每个月最高我看了可以租2000块 对不对 可是我租2000块的话 只能就是找到就是 就是就是没办法就是只能租这个这栋房子 就是可能他的之前有破产了信用不好 没有稳定的收入对不对 几乎就是没有很多人会就是申请想要租这种房子 那几乎我只能就是有一个人想要租 我只能就是租给他 否则对不对 找不到租客 所以其实我租房子的时候 我都是会减低 不过market是2000块 我都是会列出来1900或1800对不对 我看房租客看房子的时候 他们就是会发现 诶 你看这个房子其实很低 OK 所以我列比较低的时候 我就会收到五个application 十个application 对不对 在这个application肯定有好的租客 不好的租客 所以让我有更多的选择可以租给谁 对不对 我只能不需要就是靠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申请我必须要租给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strategy 虽然我们大家都是要最高的租金 拿到最高的租金 可是拿到最高的租金的话 其实在长期来看也对你没有利 对不对 他住了过了一年发现 我付的房租太高了 他就搬走了 我租给人的时候 就是想要 想要就是长期的租客 租客也不会找我麻烦 对不对 不过每个月就要求我修什么东西 对不对 如果我列出来他付的房租比较低的话 他就没有那么多话要说 关于这个房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strategy 所以这个是一个考虑上的 尤其是经纪人 OK 经纪人 对不对 你又要按照你客户的要求 说最高的租客 可是你经纪人也是要解释给你客户 为什么你要求的最高的租金 可能对你也是没有利 OK 所以这个是经纪人 建议你们跟你的客户解释 说的一些东西 还有 还有我想要提出一个最近的一个状况 OK 这个可能是可以保护 如果你是租客的话 或者 现在很流行的是Airbnb OK 有个现象就是 一个人想要租一个这个你的房子 OK 然后他要转租用Airbnb 每一栋每一间Airbnb出去给人 对不对 做我觉得一个例子 我是租客 我是租客 我租一个房子有五个房间 每个月是三千块 我租给我的时候 我就用Airbnb 每一间房子我就Airbnb出去 OK 肯定每一间我可以每个月赚一千块 对不对 所以我几乎就付了你三千块的租金 我就赚了两千块 所以很多就是开始用这个方式 有很多就是客户就是找我 我有一个生意开公司想要做就专门就是这样子租房子再转租 用Airbnb来赚钱 从个房东的角度里面要很小心 OK 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就是有点奇怪 所以怎么是单独一个人想要租这么大的房子 就有点奇怪 对不对 所以我简单想说就是你做房东的时候 或是管理人 也要用点common sense 对不对 OK 因为想要租那么大的房子有五个房子 OK 有可能就是他们either 要想要种大麻 对不对 我有遇到这样子 或是他们就是想要就是每个间单独的租房子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小心的 从一个租客的 OK 租客的角度来看的话 很多从我们遇到的 我遇到的就是从大陆 留学生来加州这里读大学 他们就在一个就是一个网站查出 有一个这个一个房子出租 租了发现其实真正租给他们的都市房东 而是另外一个二手房租客在转给他们 然后发现这个二手房东 原先的租客 没有通过房东的权力的转租 房东一发现的话 就把这个学生就赶走了 对不对 你来美加州的时候 没有人想要遇到这样子的纠纷 对不对 你租了一个房子 平平安安安想要赌书 对不对 可是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 对不对 尤其在Irvine San Diego 这里都是有遇到 所以你是租客的时候 你如果不是在一个正确的网站 去找房子 去租房子的话 你就是会增加你的风险 遇到就是租了房子 可是真正没有权力可以租给你 那几乎就是强迫你要搬走 对 所以租客也是要保护 很多人有问就是 你现在有什么正确的一些网站 我只能就是提出就是 英文版的网站 这种Zillow.com Redfin.com Torilla.com 这些就是比较正确的 Crazeless 我还是不建议用Crazeless 来去找出租房子 我建议就是用比较正确的一些网站 去找房子 OK 因为他们这些网站 也是有方式去make sure 我登的这个房子是真正是可以 有权利可以租给人的 所以从租客角度 我建议你们用这些正确的网站 去找租房子 OK 好 这个阶段我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建议就是用比较正确的 你建议就是用比较正确的 我建议就是用比较正确的 我建议就是用比较正确的